这个是龙立鱼片 我开好了 已经把它抓好 煎好了 煎的时候有淀粉 鸡蛋 稍稍的给了一点盐 水 另外有植物油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调料主要有这个 这个是最重要的 刀口辣椒 刀口辣椒一定要记住 姜米 蒜米 皮线豆瓣 酱油 盐巴 刀口辣椒 就是那个干辣椒跟干花椒 在锅里面用油把它炒成 炒香炒碎了之后 拿到案板上把它剁 剁碎了 就叫刀口辣椒 水煮鱼片的这个菜马呢 是三种菜 中芹 那个就是莴笋 还有一个中国香蒜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的话 切一下 好 蒜苗 这是中国香蒜 拿起来把它拍一拍 拍了之后斜刀切 切成寸段 长寸段就可以了 这中芹拍一拍 也是切成长的寸段 也是切成长的寸段 还有这个AA菜 好水煮鱼片的菜嘛 跟水煮牛肉的都一样 加玉米菜 加点加皮 加辣椒 加花椒 加水煮鱼 这个菜嘛不要炒得太熟了 基本断生就可以了 锅里面放油 现在我们炒水煮的料 OK 皮线豆瓣 姜米 蒜米 加三条汤 酱油 盐巴炒起 胡椒粉 加点花椒油 好 我们现在开始下雨一片 好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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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現在放包子 做辣椒 还有蒜饼 还有葱花 OK 我们现在淋油 淋油把这个香气 辣味给它呛出来 好嘞 再放点香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